美国两名重量级参议员呼吁拜登总统根据他们起草的一项法案所赋予的权力,对那些逼使香港《苹果日报》停刊的人实施制裁,这个表明,外国银行也会受到气烈。 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共和党籍资深委员陶米,以及民主党籍委员范何伦,在信里提到路透社上月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说,香港保安局局长尼家超智行《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汇丰控股和花旗银行的分支机构, 申请如果这些银行如果继续和黎智英有账户的往来,将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应期。 两位参议员在给予拜登的信里提告,大约500名警察突袭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并逮捕了多名高层。 路透社报道说,该信提到了香港保安局命令《苹果日报》的银行冻结该报的李家超,要求这些银行冻结黎智英的账户。 而路透社所看到的参议员信函当中提到,银行看来已经是照办。 该报表示,这个星期较早时,大约有500名警察突袭《苹果日报》的办公室,并逮捕了高管。 香港保安局随后命令《苹果日报》的银行冻结该报的资产,直接导致他们关闭。